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妇产科学它的发展史 它现在那么又有哪些的特点 作为学生我们又如何来学习妇产科学 那么是我们这几课要求大家学习的内容 那什么是妇产科学呢 那么妇产科学它是一门专门研究妇女所特有的生理和病理的一门学科 所以大家要记住 它是专门研究我们妇女的生理和病理的这么一门学科 那么妇产科学呢 它主要包括下面的三个主要内容 大家看一个是包括妇科学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包括产科学 还有呢就是说它的计划生育学 妇产科学它所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大 它和内外妇儿一样都是一个主干的学科 那么它既强调它具有整体的性能比较强 那么另外呢它又是和其他学科密不可分的这么一个学科 所以呢我们学习妇产科大家要知道 那么主要包括下面的三个主要的内容 一个是妇科学 产科学和计划生育学 那么究竟这三个学科都包含哪些内容 那么在后面我可能要跟大家来一一的介绍 那么下面我们先看一个视频 看一个生命的孕育和出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正常的分娩的一个过程 大家看到随着子宫的振发性的收缩 那么大家在婚姻外面看到了胎儿的路头 那么我们助产室那么如何来保护婚姻 如何来协助这个胎儿从母体免出 那么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诞生 那么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们大家有一个感官的印象 那就是说那么这个分娩是怎么来的 那么什么叫做分娩 那就是说我们以后呢 在这个课程当中 老师要继续给大家一一的来介绍 那么大家看现在就是助产室 在协助这个胎儿的胎头免出 那么胎头免出以后 那么随着整个身体的免出 这是一个整个的分娩的过程 那么大家了解了这个分娩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以后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那么可能我们还要详细的来学习 分娩的激转呢 正常分娩的临床表现 以及处理的过程 那么这是这个视频给大家展示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妇产科学的它的发展史 那也就是说 近代的西医学妇产科的 是我们妇产科的一个基础 它是从18世纪 那么引入到我们中国的 那么最早是在北京 那么大家都知道 早在公元前数千年的时候 在古埃及印度希腊等等 那么就有这种妇产科的医疗的时间 那主要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那也就是说如何来接产 如何接生 所以说 产科的起源要早于妇科学 那么产科呢 当时它主要是以接生为唯一的这个医疗手段 所以助产室的这个工作 助产的工作者呢 也是由各个部落当中 从有经验的妇女来承担 那也就是说我们过去讲的 那么接生婆 那么助产室 那么是最早的这个产科学的起源 那就是接产 就是接产 大家看这个图 大家看这个图 那么这个非常老的老年妇女 那么他来承担他这个部落当中的整个的接产的这个任务 那么当有妇女这个要分娩的时候 那么他风雨无阻的 然后去进行接产 接产 那么整个妇产科学 他除了从我们助产开始之外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医学堂和解剖学的这个发展 也为妇产科的这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那么从12世纪以后 就建立了医学非常简易的妇产科的什么解剖学 大家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子宫 这是一个苏蓝管 这是一个卵巢 那么这是宫颈 这是淫道 那么整个因为我们妇产科学研究的是女性的生理病理的过程 他又包括我们产科学的整个生命的孕育过程 那也就是说他的孕肠 那么胎儿 新生儿 那么等等的这一个过程 那么另外到了18世纪以后 众业呢 苏格兰的这个外科医生 那么兼解剖学者 叫威勒姆斯 那么他呢 主要是对于这个印尘的孕妇尸体进行了详细的解剖 所以他做了一个什么 子宫解剖遗书 那么就像这样的解剖 那么对 从这个解剖来看 那么对整个的子宫的结构 那么和这个腹件 暖巢 输卵管等等 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和了解 那么妇产科除了在解剖系学上的这种发展之外呢 就是说我们还有就是说 他在医疗技术上的发展 那么医疗技术上的发展呢 首先大家看一下就是从印尘实验 怎么知道这个孕妇是不是怀孕了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 在14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利用尿来检测 这个印尘的这个方法 看他是不是怀孕 那么等到20世纪初的时候 德国的一个学者 他就分别证明了 孕妇尿中有什么呢 处性腺性技术 那么他的这种检测方法 目前呢 就是说我们不但有这种 定性的方法 还有定量的方法 所以目前我们对于这个印尘以后早早孕 印尘十多天以后 或者是刚刚怀孕以后 我们通过验 母亲的血的βHCG 就能监测出他是否是怀孕 那么这个呢 印尘实验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呢 大家看呢 就是非常熟悉的 就是剖工产数 剖工产数在公元前六百年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凯撒法律 他有个规定 就是说这个孕妇死亡以后 他在埋葬之前 要把这个什么 把胎儿一定要拿出来 就是说要胎儿和这个孕妇 要分而葬子 就是说一定要分开来埋葬 所以这是最早的一个什么 抛工产 后来呢 就是说产科的医生 就对难产 就是不能够分娩的这样的产夫 那么采取抛工产 那么这样以后呢 挽救了很多孕产夫母子的生命 但是最正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看 那么他的抛工产 就是说非常非常简陋 就是说把这个子宫切开以后 那么孩子拿出来 这个子宫是不缝合的 大家想一下 如果这个子宫要不缝合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会出现感染 会出现出血 所以因此那个时候的 孕产夫的死亡率 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 你想这个子宫切开了 把孩子拿出来了以后 那么这个腹部的切口 和子宫的切口又不缝合 那他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出血 还有就是感染 感染 那么到了19世纪以后 那么英国的这种 这个产核医生呢 他就采取了 要把这个子宫 那么进行缝合 那么缝合了 大家想一下 这样的就减少什么了 减少了出血 也减少了感染 那他就作为了一种 处理难产的 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 非常有效的方法 大家看这幅图 是古代的时候 也就是说很早年前的时候 那么大家做抛工产 大家看这个产物就这么一躺 是吧 也没有消毒 也没有什么 任何任何的保护措施 把孩子拿出来以后 这个口就这么长的 这是最早的抛工产术的 这么这个过程 那么这边这个图呢 就是老师 大家看我们现在 那么做的抛工产术 是要在什么 在手术时进行 而且呢 现在的抛工产 一定要有抛工产的指针 不是任何人生孩子 反正我想抛工产就抛工产 所以目前我们为什么 就是说抛工产率高 那是由非常复杂的 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那对于我们副产客的工作者来讲呢 我们就有任务和有义务 来降低这个抛工产率 来保证母婴的安全 那么就一定要学习 什么叫正常产 那么分娩的机转 我们只要懂得了这些 我们才能够处理难产 及早的发现难产 那么来减少这个抛工产率 保证母婴的安全 那么作为另外一个非常 就是说有意义的这个手术 那就是产前助产术 这个产前的助产术 是在17世纪早期的时候 当时英国的Crummer这个家族 他发明了这个产前助产这个手术 那么当时呢 成功的满足了许多 因为难产 那么这样的妇女和新生儿 但是因为他非常保密 不外传 那么后来呢 就是到了1848年的时候 这英国的产科医生 Simpos 他首次报道了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前的结构 从此呢 这个世界上我们常用的 这个助产的器杰 什么呢 产前 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那么刚才讲到了 我们这个产前的助产手术 这个 那么这个图呢 大家看是一个产前 那两页的产前 那么在临床当中呢 我们是分别的像 那么先下 左页 然后下右页 那么然后把这个孩子免出 通过产前助产的方式 那么来解决难产的情况 那刚才给大家介绍呢 是我们产科的方面的 这个有些发展 那么从这个卵巢切除手术呢 在1809年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一个医生呢 他在没有麻醉和消毒的情况下 就把这个卵巢一个大的肿瘤 那么进行了切除 所以他也被称为腹部手术之父 那么到19世纪 由于这个麻醉和无菌手术的开展 那么更加加快了 我们产科和妇科手术的这种开展 那么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子宫 那么 这两边这是卵巢 那么这卵巢的肿瘤 那么这是整个切除手术的 这么一个示意图 那么近代西医妇产科学 他的重大进展又有哪些呢 那么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首先从这个母胎医学的发展 那也就是说 从产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最早大家都知道 那么几千年我们都是产科就是接生 就是如何来把这个孩子接出来 那么在我们国家呢 几千年来呢 就是作为接产的这种 都是这种叫接生婆 那么也就是说 接生助产室 那么由他来这个接生 那么在现在呢 我在我们国家农村几乎都取消了家庭接生 现在都是住院分娩 那么明显的提高了这个孕产妇的安全 那么从接产 由这个年长的 没有医学知识的这样的妇女来接生 那么到1881年 这个时候发展到住产室 这个时候呢 就英国的政府 他这个成立了住产室的训练班 像我们现在呢 就是有的学校在有住产室这个专业 那么我们各个医院 那么在分娩室里边工作的 都是住产室 住产室 那么在公元的1902年呢 又成立了中央的住产委员会 那么通过了住产的法律 那么确定了对住产室的这种什么呢 注册和资格的要求 因此呢 那么从1902年以后呢 这个住产室正式的走入了这个历史的舞台 那么从住产室那么进一步发展 那么就发展到什么了 产科医生 产科医生 那么产科医生 他不光光是为了接生 他还要观察印尘分娩的一些生理和病理的过程 更主要的是来处理什么呢 高危印尘以及难产的 这是整个产科学 从接产 接生者 住产室到产科医生 那么接下来呢 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 由于尾产医学的发展 那么尾产医学呢 逐渐又形成了一种一门新兴的学科 因为这个尾产医学 它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交叉的学科 它既包括产科的医生 又包括新生儿科的医生 那么在1988年呢 4月24日 这是我们中华尾产学会 那么分会成立 那么从尾产学会那么进一步发展 由于这个我们现在更加注重了母体医学和胎儿医学 那么现在母体医学在近十年来当中 在尾产医学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它整合了我们过去传统的产科学 影像学 遗传 发育 那么等等 它是一种多学科的这种一种组合 那么主要是致力于母亲的母婴的健康 减少出生缺陷 减少孕产夫和未产儿的死亡率 更主要的是最终提高生命质量 那么近十年来呢 世界的母胎医学发展非常迅速 那么在我们医院我们是从07年开展 那么母胎医学中心 那么这个母胎医学中心里面 既有产科 又有新生儿科 新生儿内 新生儿外科 超生科 影像科 遗传 等等这些相关的科学 那么大家共同来研究 那么母亲在阴沉期间所 各种合并症 并发症 还有整个阴沉期间 胎儿的生长发育情况 那么在1993年以后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又把胎儿作为一个疾病 那么他又提到了一个日常 那么这个概念呢 现在就是越来越生人心 那么也就是说胎儿医学的发展 那么过去呢 发现胎儿异常 我们可能就延产掉了 但是现在呢 随着我们产前诊断技术的这种发展 对于有一些 就是说出生缺陷 有一些结构异常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手术 那么进行治疗 也可以通过宫内手术 也可以通过产时的胎儿手术 那么来进行矫正 这样呢 能够明显的改善这些出生缺陷儿的愈后 那么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 那么对于胎儿医学呢 那么我们就是说 对于这种高纬的胎儿和异常的胎儿 如何能够早期的筛查出来 早期的诊断 那么早期的进行治疗 这是我们可能说母胎医学发展 所要求我们大家今后 那么如何来做的事情 那么把胎儿作为一个患者 这是04年国际胎儿学会宣言的 这么一个标题 那么他强调的是 对胎儿生命权的尊重 大家看 那么从鸡产 那么助产是产科医生 为产医生 那么到我们现在的母胎医学 胎儿医学 大家现在强调的是 对胎儿生命权的这种尊重 那也就是说 对于患有这种疾病的胎儿 如何能够进行早期的诊断 如何能够进行积极的治疗 这个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重点 那么而且这个领域 现在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那么这位三菱教授 他就是这个违产医学之父 这是当时他是在 这个日本成立世界违产学会的 那么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那么这是当时参加 第四届世界违产医学大会的时候 那么听到了这个三菱教授 亲自做的这种 就是说学术报告 那么他对这个违产医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所以也被人们称为 Fater of Patient Medicine 那么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们大家应该记住这些专家 那么还有这个哈里森 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院儿童院的小儿外科的主任 他创办了全美的第一个胎儿外科治疗中心 所以在胎儿治疗胎儿手术方面 他又被誉为什么呢 胎儿手术指腹 那么从胎儿医学的这种发展 那么治疗上 那么也做出了巨大的这种贡献 那么下面呢 这个呢 就是说给大家有一个具体的概括 那么从我们产科学现在来看呢 他分为母体医学 胎儿医学和普通的产科 那么这里边都包括哪些内容 那就是说在母体医学当中呢 他既包括违产期微中症的这种抢救 那么验尘期高血压等等的这些疾病 验尘的合并症并发症 那么胎儿医学里边呢 主要包括这些产前诊断 如何把这些出生缺陷 这些胎儿异常的孩子早期的进行诊断 那么如何进行治疗和监护 那么是胎儿医学范畴呢 那么在普通产科里边呢 就是说北产期的营养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的孕妇怀孕以后 那么就是不去加强这个营养管理 使劲的来吃 就觉得这个孩子越大越好 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那么如果是巨大儿如果糖尿病的话 那么对孩子这个指代将来的一生 可能都会有造成影响 因此呢 现在危产期的这个营养学 还有心理学 还有阵痛啊 康复等等 那么也得到了这种迅速的发展 那从胎儿医学 大家应该有个概括 那么产前的这种筛查都包括什么 包括早期的筛查 那么早期也就是说12周之前 我们无论从影像学 还是血清学 还是基因 还是颜色体 那么对于那种遗传代谢性疾病 以及结构异常的 如果要早期能够诊断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 对于将来的治疗和处理 会提供很大的方便 那么还有我们现在 那么应用非常广泛的中期筛查 糖尸筛查 筛查21身体 那么综合症等等 那么再有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前诊断 那么筛查 除了这个血清学的筛查 还有什么影像学的筛查 大家不要忘了 现在做的最为广泛的是什么呢 超生的这种筛查 那么在验尘早期 像我们在验尘11到13周的时候 要做个胎儿NT的这种检测 那么验尘中期的时候 那么看看这个胎儿的结构 有没有异常 有没有脑机水 脊柱裂等等 都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从影像学 那么产前诊断来看呢 就是说我们影像学的这个诊断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现在最常用的 也是非常普及的 就是超生的检测 但是不是说 我怀孕以后 我做的超生越多越好 一般来讲 验尘早期做个超生 那么验尘中期 那么验尘24周左右 然后做个系统的采超 那么等到验尘32周的时候 再看看孩子的发育的情况 那么在分娩期 前我们再做个超生 可能这几个超生 有没有其他异常情况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有异常 那么我们可能就要 动态的进行检测 那么除了这种系统的采超 超生之外呢 我们还要做心脏的超生 那么对于那种先行病 那么早期的进行诊断 早期诊断 那么对诊断出 影像学诊断出异常的这种孩子 或者我们将来要进行 胎儿手术的这样的孩子 那么我们还应该进一步的做什么 做胎儿的齿梦症的检测 齿梦症呢 它对于这种神经系统的异常 特别是脑子发育的 结构的这种异常 它的原主值的异常 那么它的分辨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比较昂贵 但是呢 就是说不是作为筛查的一个手段 是作为什么呢 诊断的这么一个手段 大家记住 那么对于产前诊断 还有一个介入性的产前诊断 大家都知道我们做什么 早期的油毛穿刺 还有羊水穿刺 还有齐血穿刺 来进行这个细胞颜色体的这个分析 那么分子学基因学的这种检测 再有呢 就是说对于这种高纬的胎儿 进行什么呢 血流的检测 我们可以监测子宫动脉 监测这个齐动脉 监测大脑中动脉 等等等等 那么对于发现这些异常的孩子 怎么办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胎儿治疗 胎儿治疗 胎儿治疗就包括外科治疗和内科治疗 像我们有一些早产的孩子 我们要除胎肺成熟 这些都属于内科用药的药物治疗 那么外科治疗呢 现在就有产式外科治疗 还有什么 硬沉中期的宫内的开发性手术的治疗 那么这个是产前诊断技术 大家看这张图片 就是一个胎儿持共症的这么一个图片 这是我们最早06年的时候做的第一张的这个胎儿持共症的图片 大家看这个胎儿是一个臀位 拍头在这个部位 因为就要做手术了 那么发现这个孩子怎么呢 这个脑石明显的扩张 那么这个扩张是水啊 还是血啊 做超生是很难来进行鉴别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磁工症 那么发现这个孩子什么呢 是颅内出血 颅内出血 所以磁工症对于这种诊断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大家看这张图呢 就是做介入性的这个产前诊断的一个图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现在像在我们医院 都是经过超生在超生的指导下 那么然后进行这个羊水穿刺 还有羊毛穿刺 以及起血穿刺 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于那些形态学的异常 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胎儿镜进行检测 那像有一些白花病呢 或者我们要取病理了 也都可以通过胎儿镜 再有呢 可以进行这个植入前的遗传学的这个诊断 都可以进行 那么他主要是呢 把这些齐形的孩子 那么出生缺陷的孩子 早期的进行筛查和诊断出来 那么实现我们的优生优育 更主要是提高我们人口的素质 那么产前诊断 刚才已经给大家进行了介绍 那么大家应该还进一步的了解呢 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细胞的分析 那么就是说母血的 那么现在还可以通过 从母亲外周血 那么DNA 查胎儿的DNA来检测 这个胎儿有没有21身体 18身体 那么我们通过影像学 还可以通过费时分子身诊断 还可以通过基因的测序 以及芯片检查等 那么对于这种 就是说 颜色体异常的 那么我们进行诊断 大家看这个就是一个费时的 这个一个 荧光原味杂交的这么一个图 因为费时呢 它是一门新兴的分子细胞 遗传学的这个技术 它根据的是 简基互补原则 那么通过检测的荧光信号来进行诊断 那么它具有这个操作非常简便 结果直观准确 那么你就一看这个点 那么就能知道了 非常的快捷 那么但是呢 它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它只能诊断什么呢 数目的异常 对于那种结构的异常 是不能诊断的 在胎儿监测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些直接或监测的一些方法 来了解胎儿在宫内是否安全 它的发育是否正常 那有一些孩子呢 发育成巨大耳 有一些发育成呢 胎儿宫内持缓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 就是了解这个孩子 是不是正常的生长发育 那么一定要通过 它的生长发育的状态 通过我们的影像学 通过我们的临床的 功高抚位的测定 那么等等一些动态的监测 还有胎盘功能的监测 血流的监测 胎心的监测等等 通过这些手段呢 来监测胎儿在宫内是否安全 那么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就是说现在的胎儿治疗 胎儿治疗分宫内治疗和宫外治疗 也就是说产食治疗 那么宫内治疗呢 就是说我们包括有内科治疗 还有外科治疗 那么一个是给孕妇用药 那么能达到 起到一个对胎儿进行治疗的作用 像对于那种胎儿心率 时常的患者心动过速 心动过缓 那么我们通过给孕妇用的药物 那么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超声的引导向 那么通过宫内 阳墨腔内给药或者是 期待 经过期待血 那么给药 或者是对于那种严重贫血 永血的孩子进行宫内输血 进行治疗 这是属于宫内治疗 另外呢 就是对这种胎儿的外科治疗 那么我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的就是胎儿静的治疗 那么胎儿静呢 既能进行诊断 那么也能可以进行药治疗 输血 而且更主要的进行手术治疗 特别是对于那种双胎输血综合症 TTTS的患者 那么通过胎儿静 那么选择性的激光那么治疗 把这个交通之那么凝固以后 那么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再有呢 还有就是说介入治疗 对于那种耿主性的旁观 旁观 或者是这种 就是说脑时极度扩张 或者是心心病的等等 那么进行导管引流 导管引流 或者是呢 就是做那种开放式的胎儿手术 什么叫胎放式的胎儿手术 就是在阴沉24周的时候 这个孩子假如说有一个巨大的脐胎流 或者是脊柱链 如果你要不做手术 这个孩子就心衰 可能就要 生命质量就要受到影响了 这个时候呢 就要在阴沉24周左右 把子宫切开 把这个胎儿拿出来 那么进行手术 然后再把这个子宫防上 那么这个叫开放式的胎儿手术 那么现在呢 在美国 特别是美国非常儿童语院 他们开展的比较多 比较多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现在研究比较多的 就是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那么现在也正在 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 还有基因治疗等等 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 这种产食的治疗 就是对于这种 骑形结构的孩子 那么我们进行早期诊断 像是骑膳 骑膨出 或者是隔膳 或者是淋巴瘤等等 骑胎瘤等等 对于这样的孩子呢 我们进行早期的进行诊断 诊断明确以后呢 等他出生的时候 特别是对那种有呼吸道耿主 如果不马上查管 这个新生儿这个胎儿的生命就受到影响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那么我们进行胎盘知识的产生胎儿手术 那么也叫XT手术 那么可以断期也可以连着期待 那么从08年开始呢 我们中国一大圣经医院 我们就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开展了31例 这种手术 也达到了国内这种领先和国际先进的水平 大家看 这个呢就是 我们当时把这个孩子取出来 期待没有断的情况下 那么进行隔膳的修补手术 那么这个呢 是因为一个巨大的这个耿部的流着 那么孩子出来以后 我们进行查管 查管呢 保持呼吸道通畅以后 然后断期 那么进行这个肿瘤的切除手术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这样的手术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异常的孩子呢 也都到我们这边来 那么这个手术的开展 它是一种多学科合作 也是我们母胎医学中心 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它既需要我们产前明确的这种诊断 需要影像学超生 持功症的医生 那么还有呢 就遗传学 你又一定要排除遗传性的疾病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给这个 胎儿进行治疗 那么再有呢 还有产科 那么还有新生儿内科 能不能保证这个胎儿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的安全 还有一个新生儿的外科医生的手术 因此说呢 就是说我们这种产食手术 是一个多学科合作的结果 那么也就是说母胎中心 它也是一个多学科合作的这么一个中心 这是我们做胎儿境的这个手术 大家看 这是一个TTTS的患者 那么我们在胎儿境下 那么通过这个 这个显示屏 我们看到这个血管明显的这种交通质 然后那么进行凝固 然后保证这个孩子安全 那么两个孩子最后都成活了 那么现在我们也已经开展了 这个胎儿境的手术 因为我们是派人 我们整个到这个美国 肺虫儿童医院 那么胎儿治疗中心进行培训 学习以后回来开展的这项工作 那么除了这个胎儿境的开展之外呢 我们现在还有在开展那种 涉皮笑容的减胎的手术 就是说对于那种 这个TRAP中和症 就无心其胎的这样的患者 那么进行减胎手术 或者是一个孩子 就是马上就是没有这种继续存活的可能的情况下 那么进行减胎手术 那么也都应用这种射频笑容 那么现在刚才讲了很多是产科学的发展 那么从妇科学的发展情况上来看呢 它最主要的是在妇科的内分泌学和肿瘤学的发展上 非常轻松 那么已经从器官水平进入到了一种分子水平的这种诊断和治疗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 大家一看以前那么做妇科手术大手术是 就是说这么长的这么一个口的 那么现在呢就用腐腔镜进行手术 这个腐腔镜呢还是三个口 那么现在在我们医院呢 单孔腐腔镜现在开展的越来越多了 那么对于这种手术呢 最后没有留下斑症 所以微创手术现在是就是应用非常广泛的 那么这是用这个工腔镜 这个腐腔镜手术的情境 这是工腔镜的这个手术的情境 那么所以现在就是说 微创手术在妇科学上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 那么再有就是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 那为很多就是说 没有孩子不能生育的这样的家庭带来了福音 那么1978年的时候 世界第一例的尸管婴儿诞生了 那么他的孩子也诞生了 大家记得去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诺贝尔奖 是吧 这也是尸管婴儿之父 尸管婴儿之父 那么由于这个尸管婴儿的这种开展呢 确实给老百姓 就是说解决了很多的难题 但是呢 他如果要是不规范的话 可能也会带来很多不良的这种后果 不良的后果 那么1988年 在我们国家 那么第一例的尸管婴儿也诞生了 那么这是张立珠教授 北一山院的教授 那么他们开展了第一例 我们中国的尸管婴儿 尸管婴儿 那么现在呢 像在我们医院 那么尸管婴儿这个也就是说辅助生殖技术 也是非常就是说广泛的在开展 在开展 那么由于这个辅助生殖技术的这种开展 那么对于遗传学 那么预防出生界限 又打上了良好的基础 所以他们之间是互相处境的这么一门学科 这是我们医院辅助生殖中心的这个图片 除了这个辅助生殖 那么另一块发展的比较迅速的就是妇女保健 像在我们国家有妇女保健学会 预防学会 那么就是说 对于影响妇女健康的这种高位因素 如何来早期发现 如何来预防 这个可能是将来妇产科医生大家 所面临的这个主要的问题 那么WICO现在已经将妇女的身心健康的情况呢 列为评价当今医疗水平的标志之一 那么特别是像HPV感染和宫颈癌之间的关系 现在都有疫苗了 可以接种了 那么像叶酸的缺乏造成胎儿神经管提醒 那么我们现在在验尘早期补充叶酸 就大大的减少了神经管提醒的这种发生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妇女保健学的这种发展 那么对于妇产科学 也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医学 它的医学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那么发展的趋势呢 我总结下来呢 就是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个是寻症医学的发展 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 都需要大量的临床的 就是寻症医学的支持 使我们从中寻找出它的规律 那么延后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人文医学 就是人文关怀 现在越来越提到日时日常了 还有一点呢 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个体化医学 就是说我们任何事情 有它普遍性 又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在我们的医疗治疗和诊断当中 大家不要忘了 不是千篇一律的 同样是一个疾病 它可能表现是千变万化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学会这种个体化医疗 个体化医学 就是说每个特殊的情况 如何来诊断 如何来治疗 这也是将来我们做医生 说大家应该具备的这种特性 那么妇产科学 它的特点又哪些 刚才老师给大家讲了很多 讲了我们妇产科学的发展史 讲了那么现在产科学 它主要在做什么 那么妇科学在做什么 是吧 那么整个医学的发展趋势又是什么 那我们妇产科学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因为妇产科学它是人的整体是密不可分的 是吧 因此呢 它既是一个临床的医学 又是一个预防医学 而且更主要的呢 它和其他学科 无论是内科学 还有就是说外科学 还有是内分泌等等 就是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呢 就是说我们学习的时候 要认真的来 就是说理解 就是说妇产科学 它的发展的这种过程 和我们学习的这种特点 那如何来学习妇产科学 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医学生 我们怎么来学妇产科学啊 通过老师这节课的讲解 大家可能对整个妇产科学 有一个整体的概括的一个了解了 但我们怎么来学习 因为在我们的学习当中 医学生的学习当中 它分为系统学习 还有一个就是临床的实习 一个见习 一个实习 这么两个阶段 那么系统的学习呢 就是要求我们大家 按照大纲的要求 来学习我们妇产科的这种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 那么实习期间呢 一定要在我们临床医生的指导下 在老师的领导下 那么指导下来积极的参加医疗实践活动 来培养自己的临床的思维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因为妇产科 我们大家面对的患者 大家都知道 是女性 因此呢 必须要尊重患者 要理解患者 这是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 可能就会引起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和矛盾 在我们当今的这种医学模式的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生物心理和社会这种形式呢 可能越来越受到重视 那么要求我们的医生呢 一定要把我们的科学和人文化的这种科学交融起来 交融起来 我们不但要有一个牢固的知识基础 还需要更需要一个优秀的思想品质 也就是我们大家讲的医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还要有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法 有效的工作的方法 如何来安排好 合理的安排好你这个工作 还有一个和谐的相互的关系 也就是说你医患之间的关系 你医生和医生之间的关系 医护之间的关系 这都是我们相互的关系 再有呢 要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理学 现在也越来越提到日程上了 那么无论是我们厌尘期间 还是妇女的这个更年期期间 那么很容易发生一些心理性的疾患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心理性的疾患 如何来早期的预防和治疗 也提到了日程 将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 那什么叫一个合格的医生 怎么做才能达到这种合格的医生 那么总结起来呢 就是说要怎么呢 通天理既引情还要达到国法 你不能无法无天也不可以 是吧 那什么叫通天理 那就一定要掌握这种自然的规律 掌握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掌握它基本的原理 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 也就是我们在理论课当中 要学习的这些事情 另外一个呢 进人情呢 就是说一定要知晓人的什么思想意识和情感意愿 这个就是说人文的这种沟通 作为我们一个医生 特别是医学生的医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课 如果你要是不会沟通 你不进人情 你肯定做不好一个好的医生 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 我想呢 在我们在学妇产科学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更主要的 要符合这个诊疗的原则和规范 如果你要不按着这种规范和这个原则去办的话 那可能就会出现不良的医疗后果 不良的医疗后果 所以在我们学习妇产科学的这个之前 我们通过这个总论 大家应该了解这些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作为医生 我们要有什么呢 人心人数爱人爱业 那么另外呢 要有悟性 还要有理性 还要有灵性 就一定要随机应变 那么要有创新 因为你们都是年轻的一代 那么医学的发生发展和创新 将来的这个重任可能就落在了你们身上 那我想呢 通过今天的这节课 希望同学们能够掌握 了解我们妇产科学的基本的概况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课程当中 那么来认真的来学习我们的妇产科学 好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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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